凤九啊凤九 你怎可如此盯着人家的脸看 也不知道害羞 承煜元君要是有幸能吃到帝君这糖醋鱼 定能早日康复 承煜元君怎么了 今日他身体不适 本来只是有些头疼 但这几日病情又加重了 连下床都站不稳 还时常昏睡 我本欲请青秋的地鸡凤九前去陪她 但四处找不到这丫头 承煜怎么会病得那么重啊 时会也不早了 我呢还得去给承煜送药 不知道她今日怎么样了 走了 连三殿下 你先把话说清楚再走啊 承煜到底怎么样了 帝君 折炎上身来访 请 请 承阴上山请 贤兄好生惬意 这亭子风雅妙趣 这瑞兽香炉精巧卓绝 手艺想必是出自于那 承阴上山 承阴上山 你快说呀 不瞒贤兄 余帝卫装小事而来 不知是何事 这小猴子啊 昨日趁余帝午休的时候 将余帝带给他娘亲的 一块绣帕 偷出去玩耍之后 摇头晃脑地回来 一问才晓得 帕子丢了 听说 是被贤兄拾去了 若是一块寻常帕子 倒也没啥 但这帕子 是由他姥姥清秋湖后所知 具有特殊的意义 所以余帝前来 向贤兄 娶一娶这方帕子 折颜边瞎话的功力果然深厚 真不愧是一口落后的老乡 这下帝君不得不把我放出来了 安灵悟性真高 既然求了 仙阁最高又护胆的 折颜上山来救我 真的是小瞧了 他对我这个姐姐的情意啊 昨日在第九天 时到的正是这一方 不知这是不是上身的 不是这个 莫非不是这一方帕子 若不是 你可去元祁宫问问 兴许是连颂时了去 你可去哪儿 一块帕子嘛 还怕贤兄框我强占吗 贤兄自是不会做那有失仙格的事情 这帕子自是真的 既然如此 那余帝要把这块帕子 交给白浅的丫头 告辞了 慢走 来 走 来 走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帝君不会骗我们的啊 乖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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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了 走了 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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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辞了啊 不是这个 别走 不是这个 卓妍上神 你为什么败了 没有将凤九姐姐救出来 你没有尽全力 从今天开始我不认你了 不认就不认 她又不是将你小舅舅劫走了 我为何要同她撕破脸啊 你呀 不用担心 年前我推演过凤九的命述 命盘里看着她是个有福相的 我们且看她自生自灭吧 说不准又是另一番造化呢 你也像私密新君那样 会推演命盘 当然 但这种事我已经几万年没做了 准不准还得另说 那你给我推演推演 我看准不准 小阿黎 你最近是不是陷入情网了 情网是什么 情网啊 就是 刚才不是不认我吗 此一时彼此时 快说快说 不说不说 快说 阿黎 打算装得几时啊 原来 变做帕子 是你的兴趣 帝君你这推论可不可笑 幸好我沉稳 断不会中计 那正好 本军正缺一方释剑的罗帕 今后就麻烦你了 释剑 开始位列上古十大神兵 以萧玄铁依如釜泥之名而威震四海的 神剑参合 这可如何是好 我本身打的是个长久算盘 我想着 只要同帝君较量较量耐性 总有一日他厌烦了我就会放我出去 此种方法 是最温和最稳妥 也是最不伤我脸面的 哪晓得帝君要拿我来试剑 帝君一向说到做到 更何况 答应了魔君烟池屋的战铁 看来明日怕是 要让苍和大开一场杀戒 不行 今晚我一定要逃出去 也不知道承玉他病得怎么样了 我为了承玉也要快点出去 我为了承玉 凤九啊凤九 你怎可如此盯着人家的脸看 也不知道害羞 还好他没发现 我没有发现 我ology 我都会是 我讨论您的 我讨论您知道 你没发现 完了 完了 这浑水诀当时在学书就没有好好学 不行 我要再多试几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